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驱离就会驱离 该扣留我们都依法行政 但目前为止对岸怎么说 已经公开的说 夏京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禁限制水域 这个是由大陆国防部所公开表达的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夏京海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 所以水域它爱怎么走怎么走 也早就过去的默契 本来有的互相尊重已经不存在了 那你要怎么常态性执法 一天到晚就这样常态性的互相对视吗 再来解放军秀肌肉 说是有底气 底气在哪里 当邱国正说 他因为担心两岸之间的情势状况 所以睡不好的时候 大陆方面 中国大陆方面是 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回应 气静神闲 他引用毛泽东的诗句说 不管风吹浪打 盛世闲庭信步 就是你们很紧张睡不着 但我们是闲庭信步 问题是不管海空 我来看看几个画面 中国的新的导弹驱逐舰战斗力如何 现在用万发炮常标配这种做法 用影片告诉大家说 这个高速每分钟可以达一万发的 这个攻击能力 告诉大家我们有这样的 空中海中 这个海上的能力 空中解放军又发布的是 坚实的一部影片 这部坚实的影片告诉大家 有空中猛龙不断实现突破 新的技术提升是什么呢 增强的是 态势感知能力 还有电子对抗能力 那这影片一直是在告诉大家说 他们不管升空之后 可以产生的影响力 秀肌肉麻 各种的宣传影片 内宣也外宣 外宣给谁 给国际社会 也给台湾的民众看 所以在为中国大陆方面 目前的行动就是这样 那么美拉非日 现在又是说我们要抗中 抗中的力道要加强 那动不动也会扯到台海 因为尤其是强调说 是为了因应台海 潜在可能会有冲突 要看看到这些影片 跟互相对峙的可能性 所以日本共同社的新闻 告诉大家 日本政府正计划对五座机场 还有十一个港口 进行升级改造 以便如果台海发生 紧急军事状况的时候 他们可以提供日本自卫队 海上保安厅使用 美国副国务卿说 日本拥有的实力 是参与美英澳的 AWS-ACUS 这个联盟中的技术合作 那么岸田下个月 要到美国去访问 就要讨论这项议题 我们刚刚显一段 不是才有一个分析 告诉大家说 日本能够真的 对台湾出手协助 用战力来相参与的 这个可能性不太高 但无论如何 动作做了这么多 而日本明年还会部署 战斧飞弹 这个战斧飞弹是在 3月28号开始 在神奈川县这里的 海军恒熏赫基地上面 第一次跟媒体公开 那么这个是由 美国制的战斧巡航导弹 进行训练 那么日本计划 2025年开始 部署战斧飞弹 针对谁来 当然也是中国大陆 美菲部长通话了 国防部长 他们双方 Austin说是根据 共同防御条例 对于菲律宾会坚定的承诺 中国使用水炮 去破坏菲律宾的补击船 是危险的行为 我们看到画面了 前几天我们就看到 这个水炮水柱 可以把这个船 几乎要射穿的破损严重 举了白旗投降的 这件事情 那大陆的国防部 发言人可是用5点 直接去反驳 去问为什么 是谁在南海上面 反复挑衅 是谁违背双方的共识 跟承诺 或者是谁自导自演 拉拢欲外 势力插手介入 说实话 这个各种形容词 跟我们台海用的 蛮像的 几乎卡比就可以 带换过来 而美国专家 似乎也是这样想 他说520之前 中国升高胁迫 可能会有各种军事演习 行动会越远越烈 所以建议台湾 仿效菲律宾 所以我们也要有这种船 去对峙 然后被射穿吗 然后会有媒体 要来空拍机发动 来做舆论战反制吗 这个是华府智库 全球研究中心说的 这种中国灰色地带 就要这样来做 搞宣传 台湾真的有这种宣传 对峙的本钱吗 伯源 这个大国都会利用 每一个时机 每一个事件 去扩充它的影响力 扩大它的这样一个 对潜在敌人的这样的一个打击 我们刚刚先讲南海 南海就是菲律宾的马可思 最先他当选第一个去的地方 就是大陆 可是很快的美国就 把他拉到旁边来了 所以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关系 就开始激烈的变坏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水炮 攻击这些等等都出现 对美国来讲 这是一个机会 你菲律宾 中国大陆周遭国家 跟中国大陆关系越紧张 对美国来讲就越好 所以它乐见 乐见这个情形 所以美国跟菲律宾的关系 军事的合作的关系 会越来越紧密 所以未来不是只有台海而已 南海未来的出现冲突的机会 也变得比较大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比较关心的是 金门马祖 金门马祖是非常微妙的 这样一个两个群岛 也经过历经的第一次台海危机 第二次台海危机 尤其第二次的823炮战 那个是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之后 是双方最激烈对峙的 而这个是连美国都是 都可以讲说相当程度的都牵扯在里头 你知道在这个两岸 在金门马祖对峙的过程中 美国有两位忠孝 顾问团的 军事顾问团的两位忠孝的顾问 在金门被打死了 被炮击打死了 所以金门马祖是有它的那种特殊性 它的敏感性 对我们来讲 金门马祖离台湾实在是太远 离中国大陆是太近了 这个就是问题之所在 所以金门跟厦门之间这个水域 马祖先不谈 为什么可以安静这么久 因为讲实话 第一个是因为中国大陆太弱 在军事上 你看他的战机 以前都贴着中国大陆海岸在飞 不敢大吉出来 他都利用 比如说李登辉到康乃尔那一次 然后过来就是1999年的两国论这些 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就开始大举的 向中线过来 甚至穿越台海中线 所以在这以前 金门马祖其实基本上还算是蛮平静 是东小平下令 不再对金门马祖攻击 抛击之后 其实成平了很久 所以那个什么限制水域 这个禁止水域 限制水域 那个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我在这边也讲过 对不对 你这个马山到角宇之间 大概是1800公尺 我们的限制水域 给人家划到1500公尺 那你就划到人家家门口去了 中国大陆也不动声色 也不找你麻烦 现在为了这个快艇翻覆了这个事情 你说你未来这个禁止水域 限制水域你还存在吗 你说你不准进来 我一划就划到离你 马上到你对岸的角宇 我就这样划了1500公尺 你就不能进到1500公尺里面来 来了我就一定要强制驱离 那个离大陆非常近 离金美又远很多 你真的你敢执行这个 你有能力执行 而且你敢执行吗 因为讲道理也有点不太通 因为应该所谓的禁止水域 限制水域都不管 双方之间应该平分 应该切出一条中线 但是金美跟对面来讲 我们只有靠廖罗湾那边 是向着台湾 是向着大海的 其他都可以说被中国大陆这样子 包围大概三分之二 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态势 所以未来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我其实我觉得我非常担心的是 金美 马祖的问题 因为随时都可能会冲突 而且双方的态度看起来都很强硬 而大陆是公开否认 有所谓禁限制水域的存在 我有再讲一次 马祖也是一样 马祖这个到对岸 它那个最近的距离 那个黄崎半岛 那个大概是8800公尺 我们的限制水域给人家画多少 大概画了6000公尺 那几乎一大半被你画过去了 所以大陆根本不会甩你 那这未来这个冲突要怎么解决呢 另外就讲到AUKUS 日本其实最想参加AUKUS 但是我跟你讲 美国人的核心的利益 是英国民主的利益 才是它的核心利益 日本对它来讲非常重要 但是再重要你也不会比加拿大重要 不会比英国重要 不会比澳洲重要 不会比纽西兰重要 因为他们是同文同种 日本人你是大和民主 人家是英国民主 日本其实天天都想要参加AUKUS 但是人家不会让他进去 像五眼联盟也是一样 加上加拿大 加上纽西兰 AUKUS里面没有纽西兰 可是其他人就进不去 它情报交换 这是很隐秘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了解 美国要去了解 美国它的核心利益里面 根本没有你们非白人 是 赖教授 因为这是动态竞争 对方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对方现在的巡航是这样 我们管碧林主委他没有松口 他说我们该扣留就扣留 该驱离就驱离 但是事实上 我们来看他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他做不到 他就应该要负责任的下台 民进党在这次金门的事件 处理得非常不好 然后把事态扩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金门的 这个晋仙式海域的现状 已经被改变了 现在大陆的渔船也好 或者海警船几乎了 每日的常态性的 就进入这个水域了 然后你管碧林你下这个令 你要我们海巡署去执法 你做得到做不到 我们拭目以待 必然疲于奔命可以想象 对 而且还做不到 因为你要来驱离 大陆海警船过来 有的时候他的盾位比你大 你反被驱离 我们上次看到的就是反被驱离 因为上次来的 中国大陆海警船更大 他就直接问台湾的海警船 你来干什么 你通报你的单位 你的职务 你来这边干什么 那已经大啦啦的就直接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 现在的情况就是 那你管碧林当初 有没有下令海警船 给我死守阵地 邱国正不是说要站那一平一组吗 那怎么不死守阵地呢 所以你如果一旦做不到 而且你还讲大话 那你就要负责任下台 我觉得邱国正睡不着觉 是有道理的 原因很简单 解放军从过去是反毒触统 可是他现在已经很明确的 从两会之后到现在 我们看到他们的方向改变了 强度也改变了 他们现在叫做打毒触统 也就是说你一旦台湾 你宣布台独 宣布独立 也就是赖清德你在5月20 你宣布独立 那对他们来讲马上就要打了 所以他现在在展示 他的实力 不但是给民进党台独的看 而且也给美国看 给日本看 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你们来试看看 那也就是说你赖清德 你敢不敢搞台独 你敢那就打 我觉得这个情况已经 这个态势是越来越明显 我觉得日本是媒体在炒作了 因为为什么 日本的宪法还没有修改之前 他就是一个 不能够使用武力去介入 国际争端的 这个是宪法 所以他的宪法没改变之前 他是不能够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 是他不能介入的 除非他被攻击 但是如果没有攻击到他 他不能够进出来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他修海港 修港口 修这个机场干什么 其实是他知道他现有的居地 都在导弹的攻击范围内 也就是说如果他借助 台海之间的战争 或者是借助其他的区域 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的话 这些都是会被攻击的范围内 他现在是多设立一些机场 多设立一些港口 作为疏散用 也就是兵力的疏散 那就会你要多耗损 你的这个导弹的数量 然后增强你的 你要增加更多的成本 其实他这个只是在降低 他的损害而已 菲律宾的闹事 其实大家很明显的看到 这两年美国的痕迹 非常的明显 已经几乎是赤裸裸的了 那已经是赤裸裸的 情形下的时候 其实菲律宾将闹 改变不了现状 黄元岛 中国大陆的控制越来越强 仁爱礁掌控能力越来越强 现在连中叶岛旁边的 的几个岛礁 以前是无人岛礁 现在也是进入控制的范围内 然后所以他这样闹 其实他什么现状都没改变 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在 陆陆续续被大陆改变了 美国国防部部长的硬挺菲律宾 其实是效果不大 为什么呢 你敢不敢跟大陆打一仗 就是你美国你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抑制 有没有决心说我要在南海 准备跟大陆开战了 如果没有 那你讲话没有用的 林老师 刚刚赖教授讲 如果日本没有被攻击的情况之下 是不能够参与战事 那部署战斧飞弹 会不会很容易变成被攻击的目标吗 我觉得第一个就说 当然就是日本的战后 有一种和平运动 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反对美日安保条约 所以日本有一个这种和平的声音 长期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个宪法第九条 这种禁止 就是只有除了自卫 这个自卫之外 是不能主动攻击的 那这又很奇怪 当你签了一个 跟其他国家的安全协定 像跟美日安保条约的时候 按照道理来讲 美国被攻击 日本应该要帮忙的 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大家就在观察说 如果川普当选就让你改 要改了 给钱 川普不是说给钱 川普说我美国万一被打 你日本要来了 是 反向的协定 所以你如果说 这个是日本跟美国的 那你就去想台湾 说台湾有事 日本真的会来吗 他跟连美国有事 他都不一定要去 除非他被攻击 所以这个是要改才会有的 那可能川普当选 会要求日本要改 我们不知道 但菲律宾的情况 我觉得就是跟 该怎么讲呢 就是你如果看奥斯汀讲话 首先我要恭喜他 他大概 他那个这个 社护线的问题已经好了 所以现在满积极可以出来 否则的话 有一阵子的神隐 大家都很担心 他现在讲这个话 也是有一个 跟我们在 该怎么讲了 跟我们刚才 这个林文元提到 这个823炮战的时候 823炮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辩论 就是说台湾 就中华民国跟美国的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可能没有外岛 所以美国人有没有 不想去支援外岛 对不起 我打个场 他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里面 本来就只有讲 他主要包括台湾跟彭富 对嘛 这个跟后来 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 所指的时候 也是明白的列出 所谓的台湾一词 只包括台湾跟彭富 所以同样的 你今天菲律宾 大部分菲律宾也会去担心 说会不会 万一是南海的岛屿 发生了什么问题 美国人就像当年的金马一样 就是说 那个不是我们的范围 我跟你签的是 你菲律宾本土的问题 可是上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谁 布林肯 布林肯 奥斯顿都讲了话 说我们关系非常是叫什么 牢不可破 然后我也涉及到渔船 是不是海巡 海巡的 如果今天真的涉及到海巡 按照现在大陆跟菲律宾 发生这个冲突 美国应该就要介入了 美国应该要介入了 如果他今天是涉及 可是我们在 我觉得菲律宾也没有把握说 如果今天这些 没有是渔船 就是海警船的冲突 不是军事的 那到底怎么算 所以这个大陆也在游走边缘 就是我不是人民解放军的海军 把你搞下来 我是我的海警船 或者我的海巡的船 那个船只来弄你 所以这个也都是需要来应对 那我们台湾如果今天跟着这个路走 比如说管碧玲讲的 我们要跟着动 我觉得这种竞争对我们小国不利 就是他花一点军事费用 然后你就要跟着随之起舞 那我们哪有那么多资源 飞兵很明显 他呛响 呛响 可是他并没有要真的打他 那难道我们台湾真的跟着走吗 不是 而且我们你看军费 一路增加的话 对我们老百姓很大的一个负担 对不对